平安归来的是十年的吴义化 终于是回到了齐定老家了 在今天上午呢 他是先到了父亲安放骨灰的纳古塔 亲手将父亲骨灰坛移进了新塔 可能不太熟悉台湾的习俗 这吴义化看起来有一点紧张 而叔叔吴火眼在旁边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等到把父亲的骨灰坛移进了新塔祭拜的时候 吴义化也难过的流下眼泪 似乎在跟爸爸说好久不见 手捧父亲骨灰坛 吴义化在法师引领下把父亲的骨灰 从旧塔移进新塔 可能不太了解地方习俗 吴义化看起来很紧张 叔叔吴火眼在旁边紧紧抓住他的手 十年了终于回家了 吴义化正好赶向父亲牵塔大势 吴义化亲手将父亲骨灰坛移进新塔 拿着花束祭拜时 吴义化难过落泪 家人说吴义化父亲原本安放的那股塔 因为是危险建筑 最近新塔重建完成 原本就打算要把吴家九位祖先迎计新塔 还没有选定日子 没想到恰巧遇上吴义化返向的日期 义化可以亲手送爸爸进塔 让吴家觉得这一切老天的安排很圆满 从新踏上回家之路 吴义化一出台南高铁就不停东张西望 似乎很想从这些景色当中 找回十年前小时候的记忆 记者黄佩如张西亦纪博士高雄报道